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今天納智捷也是個大廠子 N7就在這裡 我們也會依照我們近期報導 很多的新的電動車的邏輯 來看看 它到底在市場上有沒有產品類 今天的納智捷現場 我們也看到 你就知道這件事情對於 芋榮集團有多重要的一個發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嚴格說起來 因為這是鴻海 跟這個芋榮的一個合作 所以鴻華其實是 在某個程度上是有製造的 會擔心的問題是在於電池的問題 以及明年原物料可能上漲 百萬內有找的這個車款 電動休旅車 有沒有辦法成型呢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市場面 那產品面呢 Erica 我們就好好來看看 N7有沒有競爭力 以及今天現場我們有看到 Model V 以及接下來Model B 是不是納智捷也要推出 這幾個產品呢 其實剛剛我們已經 跟左爺爺聊過了 我跟你講鑑載懸上不得不發 什麼時候發 跟發得了幾台車 跟什麼時候可以交車 這都是我們關注的話題 但是我們嚴苛的 來解釋一下產品力好不好 那我現在第一眼看到N7 我覺得它那種前衛感 還是有做出來的 就是以賣相來講 還不錯唷 普遍的看法之下 車頭做的 跟大家電動車設計 蠻相近的 毛桿有很大片的空間 還有散熱器器道 比較特別的是 N7的前蓋 有一個氣簾 可以從前方進來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做法 而且我覺得是 對於空力有幫助的設計 這在其他的電動車平台中 比較沒看到 像那個Model V 也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空力是一個有新的見解 而且它的風阻係數 一樣也會兼顧到 因為我們要知道其實紅瓦科技 是有製造汽車很強大的能量 記得之前在U7 然後還有那自己的幾個車款 在送國際的碰撞測試機 其實他們內部 就有一個電子的模擬碰撞 所以這一台車 目前還沒送 但是即將要送 他剛剛說12月要正式上市 對 所以應該測試 就在這兩個月已經開始進行了 緊張 正式上市機 大概就攜帶 它的三個車型的價錢 在場區裡面繞那麼一圈 很難去講說 操控到多厲害多厲害 因為畢竟像跑超長一圈的感覺 但是你進去有被它驚訝到嗎 我坐後座 其實就是空間非常足夠 以我的身高180 我坐後座還有兩個拳頭的 膝部空間 跑步空間也很夠 這是一個傳統的SUV造型 所以乘坐不太是問題 空間不太是問題 差一點是我們沒有試到車 我們沒有開 但是乘坐起來電動車 有的穩定感是OK的 基本上我覺得 不會出什麼太大的問題 的原因是 因為那自己有造車的經驗 有 那合作起來跟要求 跟這個洪華相關的這些需求設定 我覺得都不會差異太大 像我個人非常推薦 U6的GT我在商務上開 我覺得這個底盤非常好 只是它油耗不好 因為科技的關係 但是底盤是好的 在這樣的一個底盤架構之下 即使做了電動車 我的預估 它的底盤的效應也會不錯 420公里的里程 可能大家不滿意 但它也有真誠的概念 就是電池可以買更大顆 那至於電池用什麼呢 就連MINI的電動車 大家知道的英國的MINI 都決定把電動車製造廠 移到中國去了 是 所以可見得這個 中國在製造電池上面的優勢 跟成本的優勢 是受到世界上面的認可 以輪胎來講 它配的是普利斯通 這個是幾吋 我看 18吋 它配的是LENZA的胎式 它續跑胎 這就是主流 那充電是在這個地方 它也可以快充 就是把這個去掉 它是可以進行快充的 那如果你是家裡 自己安裝慢充的話 就是用上面 前顯易抖 車側的線條 比較保守 就是一個SUV 比較大的車門尺寸 防刮也有做一個滿大塊的 它外面有無座層 瓶光塑料板 也是防刮材質 讓你可以出去吞 到時候開起來感覺 因為還沒開 沒辦法評價 這個地方它把它加 深了顏色 玻璃也有深色 雖然整體還是一個休旅的樣貌 但是它有一些不同的搭配 嚴格講是很保守的車型 它的燈其實是蠻好看的 長條形的尾燈 然後我覺得這個C柱比較特別 這個C柱 我一直覺得 這個是比較美系的C柱設計 為這個車的側邊 增加一點 人家說電視度 其實不錯的 就是有一點Leg 這樣會做一點大三角窗 一般大三角窗沒做這麼大 所以這樣組合算是 在設計上我覺得有一點奇趣 是 然後後箱 它也是把它做得很平整 下面還是有一些 置物空間 因為它有服務過台灣的消費者 所以它在造車上面 它知道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當你把這個拉起來 你還可以這樣頂著 然後下面可以放 有分兩層前跟後 然後可以來做調整 有深度的把它分層開來 那我們進車內囉 先看一下空間 離頭頂高 就是我提的 你看喔 兩個拳頭是夠的 所以你可以騎腳 我可以騎腳 可以啊 這個是有點孝輕 中大型就是 再來是它的天窗 全景天窗 其實這樣子 大塊波爐超大塊 空間感的通透很好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現在看很多的豪華車 其實都有很多細心的巧思 像是這個地方放東西 這裡就是手機 很多人家裡都USB 那它就沒有Type-C 那有些人就是 我有Type-C 你沒有USB 所以它都是各一個 讓你可以用 扶手的地方放下來 我只能說 就是近期這一兩個月內 手放到最軟的一塊扶手 我捏成這樣 捏 就做比較日系 比較舒適的泡棉的做法 回饋的那個力度很棒 可是這個車輛家有點小 330cc OK 我們車門板 它一樣也是用複合的材質 讓它不單調 所以有沒有Cheap感 大家用眼睛看 百萬內買到這樣的車門板 買到這樣的內裝 因為它還是雙色的配置 再回過頭看看 它的中間的那一塊螢幕 它是做了類特斯拉感 就是直的 關注新的Model C Model B的朋友們 有提到說 他覺得Model B上面的 橫的是比較好看 他比較喜歡 15000台加8000台的 這一個量 剛剛我問左爺爺 他認為他有信心轟滑 兩個月可以量產出來 他也補充一件事 就是台灣的車市的發展 他認為電動車加入 明年可能交車的這個數字 還會再往上 如果有的話 像今年也是破萬對不對 明天搞不好 因為納智捷可以進來 變成2萬 那它的市占率 就會高於特斯拉 那非常的驚人 改寫 傳統以往 特斯拉都在七成到八成的 沒有市占率 現在會有國產 電動車來一氣改換 也就是 這也不算是發下豪雨 而是強強結合 我們期待可以看到的結果 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台灣 支持台灣軟實力的力量 真的可以做出來 不要讓外界失望的 現在是硬實力 對 現在是硬實力 做給你看 那就是我們要駕駛 要開過這個車的感覺 看起來新訂配備一定要有 有方向盤上面的 我們熟悉的定速的這些 都在上面 所以suppose 這個是最基本的 儀錶板上面 它也是用彩色數位 數位螢幕 對 真的是賞心悅目 是 還不錯 就是 傳統的 它把螢幕的部分 做成了單個駕駛螢幕 跟中控螢幕切開 然後把原來右方可能 歐洲車都做成雙螢幕 做成出風口 施法一些比較成功 比較前面的品牌 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 傳統的按鍵 在電動車上 可能就變成這個控制 但是我覺得好處是 因為這個都OTA 可以下載更新 所謂OTA就是 你在家裡雲端 像你手機一樣 我可以iOS 就直接給它升級 你不要回到原廠 你現在買這手機 我跑到原廠說我要更新 你不是煩死嗎 車子也不要再回原廠更新 就OTA 它是有OTA 所以這樣子的介面 因為它搭配了OTA 反而更方便 它會更新 而且我相信我們這個 除錯跟24小時 散班制的服務的能力是好 我覺得解決 如果這些軟體的問題 應該會滿快的 對 而且你要知道背後有鴻海 對啊 是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這一個武器應該是強的 NASTIA是鴻海的第一個客人 第一個客人的第一台車 一定要有一個程度跟水準 跟低故障 才能夠吸引後來的客人 再來跟他買車 或請他幫忙坐車 所以這第一款車非常重要 任何的故障排除 任何的可能會遇到 交車也會遇到的狀況 我覺得納智捷跟鴻海 都會快速的解決 對 再來就是他來的問題 我們到旁邊來看 我們剛剛有偷偷問 Model V代言人 已經在接洽當中 但是Model V這台Pick Up 有沒有可能呢 我就撂下一句話 也有可能 我怕話說太滿 因為我不代表誰 這個市場可能是 泰國會採取動作 對 因為泰國是屬於東南亞體系 皮卡賣的很好的市場 因為它是來自在泰國 對 可能由泰國的企業 就會做這個 或泰國的政府 就會做成這個Model V的客人 或一台 它可以做成一個 Tailant Motor Tailant Motor啊 對 由國家來出 我們把我們的企業的能量 幫你們做出一車 對 然後合資成一個公司 就可以跟鴻海下單 對 買這台Model V 那我們先來看它的外型好了 它不那麼的粗獷感 因為畢竟是吃點的 那它有一些巧思跟創意 那第一個投單很特別 對 阿里哥 其實是在充電 不同的電量的時候 它會做不同顏色的顯示 當然將來的買家 要不要做這樣子的規劃 它可以調整 但它有這個技術可以做 從外面就可以看到 通電狀況 就像我們這一回看到Model B 它可以找Binning Fabia來做 對 它未來要生產Model V的這個品牌 它也可以找Somebody來設計 設計成它想要的樣貌 對 就是客戶付錢 就可以找到設計師的意思 反正我們就是已經已經 你剛剛說可能它在車子使用的狀態下 它在燈的顏色上也會有一些反饋 電量的 充電的時候的電量顯示會差別 或者在行駛途中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相對應的變化 燈色的變化 對 然後它燈也有個巧思 就是紅海HH 所以如果我有錢我要下訂 我就SS 或許做得了 Super Snow 裡面有白色 皮卡白色我覺得沒什麼丟 沒有 這概念車 對 當然它看得很清楚 當然它看得很清楚 讓你看看得很清楚 然後後面的這個後斗 感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雙箱 就顯得它變小了 它的長度大概是150 寬度是145左右 其實不是太長 我們以Armaroc來講好了 Armaroc大概有個170左右 很長 只有大概150 但沒關係 因為它雙箱 它可以把它當休旅嗎 對不對 沒有 尺碼就隨著 因為電動車就這樣 正模組下你可以拉長車身 對 所以其實是按照需求拉長就好 後面真的看起來也是霸氣的 大型的這個尾燈 對 一般來講在後箱蓋上 就是這個後車板蓋上 它不會做燈的 對 它把它也做了燈 做了有一滴燈上去 因為電動車 它整個的這個都接上 所以你連開後斗都是輕鬆的 就是直接這樣按下來 對 就OK了 然後這個配色 我覺得它應該也是保証 讓它好看一點 好淺藍色 淺色會比較輕鬆 放鬆休閒的顏色 在後斗的這個地方 你把它打開來 它有各式各樣的街頭 可以如果你去露營 我搬烤箱來 我桌子放這 然後我去游泳回來 我就擦吹風機 把頭髮吹乾 就是在這裡可以讓你延伸使用 那到底它最後電池的配置 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這個已經展示出來了 告訴你說 你要延伸你皮卡的用法 絕對是沒問題 都是有能力做到的 好 那最後final 我們要看看 即將有可能要接單 但是不是廖映婷說的 是廖映婷夢中夢到的 Model B 嗨 各位跨界小銀家們 靠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走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